真正念佛的人才能懂得三藏十二部 三藏十二部光这三藏十二部五个字都不会狂惑于他 他才能够担当这个名字 所以如何一个念佛的人最后不知道道理绝无是处 如何一个残残的人将来不知道心性的下手处绝无是处 那唯有是什么唯有一定要审视自心 你是不是还是拿着一般民间信仰一般众生的委屈心态 在念如是让你了脱生死了脱生死 只使见信的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一念查一个因地心中查 查到最后念一辈子佛最后你也只能认为阿弥陀佛跟 基督耶稣一样道理 他来不来救你 只是在西方叫基督耶稣 在汉教叫阿弥陀佛 有如是的声音 怎么可能是一样道理 基督耶稣一切世间宗教的名字 讲出他的名字来就是要导引你无尽依赖 他名字之中因地就是如此 天如是声音就知道他传递的就是依赖 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一句鸿鸣圣号 他直下让你担当的是让你灰光返照 真会一样吗 回光返照时就觉得这个依赖 觉得依赖者是谁 依赖还是念头 觉得依赖者是谁 觉得不依赖者是谁 你不在依赖不依赖上 就像刚刚讲处理不处理一样 不在依赖不依赖上面 妄想分别有依赖没依赖 而是你看到这些名字 看到这些声音时 你迥然超出 再也不受自己声音之中 依赖不依赖的种种妄想狂惑 霍乱我说你真供养 拿摩阿弥陀 那个叫做不可以少功德 得身彼国 他不是在世间的种种妄想功德上面建立的 但他没有跟你讲 哪里是要多功德 遭见本来面目 不见本来面目都叫少功德 所以要讲到无分别的无 你都要在自信上元宵的 你能够觉得这个决心时 你在有无之中说的无吗 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这个无时 你能担当有啊 担当有又何妨了 决心担当有处 就是无分别处 为什么决心担当有处 就是无分别处 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 能分别的 那个心一定不度分别 要度分别 分别根本不知道分别 所以众生的分别是在哪里 分都是以勤想 勤想为分 别叫意记 意念的念意 记想就计成车那个记 意记 勤想意记就是分别 那你决心现前处不都是勤想意记吗 你灭了勤想意记还有决心吗 就如同镜子现前处不都是镜色吗 你灭了镜色你能找到镜子吗 但是过去以为你把镜色拿开 把念头拿开 找到一个清净 假如你真的有这种法门 让你找到清净 那叫意行刀 太容易走了 因为只要分别开门 拿开就是了 为什么找到佛门 因为是大圣佛法 照见这一念心中的根本面目 叫难行苦恨 就是告诉你不能拿开 你不能撇开 当下那个让你分别流转的那个业力 你一点都不能避开 但是你要照见 它原来根本没有分别 那才叫难行吧 那才叫难行吗 你不能够吃 我能够吃 我能够吃 你能够吃 你想要的吗 我能够吃